已经生活在社区的朋友 到医院里面去关心那些出不了院的 一辈子的关在里面的朋友 那我们就互相手牵手互相关心 那当然我们十月份还要上街头 那也要让社会也听到看到 那怎么样一个有更公益的一个制度 那不是我们只有自己好起来而已 那这个好起来还要跟大家手牵手 那看看这个让社会也看见 然后也看到要什么样更公益的一个制度 一个体制 让我们可以更活得有自尊 活得像人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那最后亚听 就是刚刚前面有说 就是每个人其实就好像一个风筝一样 然后有一条线连接着这个风筝 那这个这一条线 我们经过了很多的讨论之后 我们觉得其实这一条线 应该是一个关心的线 就是我觉得很 我觉得我们今天站在这边出这本书 其实是很想要让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人生病 其实不是一瞬间一下子 一个发病或者是 看一次门诊一个诊断 这样子的过程 而是在他的生命里 有遇到了好多好多的困难 好多好多的环节 很多支持都没有来得及 进来帮忙 然后最后让一个人走到生病 所以其实换言之 我觉得如果说在这每一个环节里面 有更多的支持 有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力量进来的话 或许 联光市民一方 这些生病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的人 就不一定 会走到生病这个地方 所以希望大家 我其实很希望大家 看这本书的时候 可以一起来思考 到底在这些人的生病的过程里面 是哪些环节出错了 然后让他们陷落 好那 最后 谢谢大家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难的问题 但是我们会一直带着 然后一直思考 我补充一个 不好意思 要解说让我补充 就是大家会想要了解词方 或者刚刚老师说的手洗手 可是我觉得背后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闷 一个闷是说 你今天要能够手洗手 背后要有很多的条件 我想要的条件是说 因为最近真的很闷 就是你看很多富二代 然后你也看很多 螳光乌铃 几千条 不是几千条 十五条黄金 或干嘛的 那些钱拿出来 其实 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很闷 或者是像刚刚高富 在那个医院住很久的人 会不会很闷说 为什么我今天生病之后 我只能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被对待 然后或者是我 遇到一些遭遇之后 我走到哪里 好像都像过街老鼠 那为什么 这个社会没有其他的 那个 然后可是聪明 或者是很 很敢的人 就是有 用他的位置跟权力 就可以拿到很多资源 就是这个闷是说 其实今天当然能守牵手 不是我们说要守牵手 就守牵手 因为十方书这本书 其实压大了很多的 就是 我觉得聪明工作 对今天就是有一个条件 可是这本书能出来 其实是都在挖自己身上的时间 跟血肉 就是说 我觉得持方是用了这样的 就是自己 自己已经是皮包骨了 可是还是要 在自己身上 炸出一些血肉 然后搞出一些这些东西 然后让大家能够看这个故事的 生命的丰富跟复杂 可是背后其实 可能我们不晓得 因为我只是觉得 就是在讲一片荣景的时候 我会觉得 其实那个背后是很 很匮乏的 就是如果大家有一种 闷或者是什么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 一起来 因为这些东西 看大家 谁愿意把大家组织起来 一起搞一些事情这样子 至少 我虽然闷 可是我也没力气了 因为就已经榨干了 然后只是觉得 要能够手牵手 其实是需要政府 还有社会资源 释出很多的条件 然后让大家 能够过得更好 但是他们不会主动释出 因为就是 生命 他们也没生命嘛 或者他们也没看到大家 他们就会拿这些钱 买名牌包 买很 就是 过自己好的 那当他看到 社会上需要的时候 他会不会愿意拿出来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 只是我们 大家都生活在这个地球的一份子 彼此互相怎么 被影响 我觉得这是大家 坐在这里 还有 就是活在这世界上的 每一个人的事情 这样子 好 谢谢 所以 如果有 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 思考的开端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带着这些想法 可以继续再往前想 然后也有所行动 然后 所以今天 说故事的下午就到这边结束了 那 后面大家可以往后看一下 就是 这本好看的书呢 谢谢 谢谢 就是 美丽的 对 我们有美丽的 showgirl 送书员 对 大家可以到 那个后方 然后就是 可以给我们美丽的 售书员买 对对对 然后呢 今天买的特别的优惠 就是 会有 就是 价值三千块的签名啊 就是 只有今天不收你钱 对 所以 所以 邀请大家可以去后面 就是翻一翻这本书 然后 如果有什么 会后有问题 想要再交流的 也都可以再找我们 那 今天 非常的 谢谢大家 他们会到 他们会在后 后面 再翻一张 后面再翻一张 做这个 谢谢大家